80后华裔黄阿丽 全球最污脱口秀女王 污到什么程度 不敢多放 自行观看以上两个节目 总之大胆露骨很辛辣 红到什么程度 连基努里维斯都是她的铁粉 然而敢于弹性肢体夸张只是表象 背后她却表达出了千万女性的心声和社会的不公 比如她卸去了母亲的神圣光环 大方承认她很爱孩子 可是 她吐槽女权 调侃全职妈妈 说自己坚持了八周的全职妈妈 只喜欢全职的部分 而妈妈的部分实在不是人做的工作 她泼辣的抨击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 吐槽为什么爸爸们偶尔换一次尿布 就被夸上天 诸如此类 她对两性 生育 女性身体 都进行了毫无粉饰的描述 打破了大家眼中对脱口秀演员 孕妇 亚裔的刻板印象 2020年 她被Times评为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 她的真正魅力在于 真实不装敢于自黑 敢于展示阴暗面 把生活中很多女性没有意识到 或者隐忍着不敢说的痛苦 那些只能在私下吞咽的东西 勇敢且有趣地展示到了公众面前 正是这样的勇敢和才华 让她苦熬十年的喜剧生涯 终于大放溢彩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